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不得不临时更改行程 体验者们将在西藏军区某边防团 开始他们第一天的体验生活 朋友们 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国民大学生 让我们部队体验生活 首先让我们热烈的掌声对他们带来表示欢迎 首先让我们请国民大学生做自我介绍 大家欢迎 各位班长大家好 我是来自云南土雄的县长王振雄 王振雄 1997年出生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飞行器制造工程专业大二学生 是学校国企护卫队的一名成员 大家好 我叫屈仁杰 屈仁杰 2000年出生 西安科技大学大一新生 是所有体验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也是唯一的一名00后 他学过多年艺术 却成为了一名机械工程学院的学生 大家好 我叫王杰凯 我现在的目标其实就是参军 参军之后我想提干 我想成为一名解放军军官 成为一名职业军人 很荣幸能在这几天能跟各位战友 一起生活 一起学习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魏心玉 来自四川成都 魏心玉1999年出生 西南交通大学大四学生 爱美的成都姑娘 非典型工科女孩 就我喜欢军人 不少练军情节 因为我自己就很想当军人 各位班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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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五名体验者将面临进入军营后的第一关 剪头不是这事吧 说实话 我本科的时候想去当兵 那个时候没去 一个是因为视力不太好 二一个就是因为当时要剪头 我就打了退堂鼓 这次呢我就觉得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超委屈 开始剪的时候呢 又没有按照就是预计之前说的那种剪成切耳的 冰房团没有女兵 为了给女体验者剪好头发 团里特地抽调了一名曾经开过理发店的班长 来给女体验者们礼发 一般女生都喜欢长话 连一段过后肯定是有点难过的 清爽的感觉 看到了 跟我高中高考之前剪的也差不多 看男生剪吧 我觉得男生剪的都蛮帅的 所以顿时觉得对自己的发现 也有了一些冲劲 为什么剪头发呢 根据我们新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例 它就明确规定 第八章军红级第一节仪表里面 它第八十三条就规定 军人头发不得过剪 然后冒墙下面不能超过1.5令 头发的脸真的很重 我回去还要过呢 做这么久 就回去也会被笑话 然后我就劝他们 就想开点没事 就剪了还会长出来 两个月都长好了 谁说两个月就长好了 你再穿什么呀 这是为了一个第一个军人的一种意表 首先做一面军人 你如果你自身的形象你都整不好 那后面的一些工作就非常难开的 首先第一点 我们要保持一个统计 第二个就是 并于我们作战和生活 然后并于卫生 个人卫生这方面 把战的时候头部受伤 让一生终于发现 然后并及时处理 换装之后的体验者们 正式开始投入新兵训练 所以我想在部队收获这种自律的东西吧 通过历练来完善一下我的人格 我最想改掉我的毅力 尽量让自己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 不愿我而想去当门别 愿我梦吧 简单的基础训练过后 体验者们将迎来他们的第一个正式的体能训练 可恶 攀登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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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六 七 八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热血边关 青春足迹 经过层层选拔的大学生 深入兵房少佐体验生活 盘登 四百米障碍 这些战士们的日常训练 大学生能否顺利通过考验 被要求减去长发 面对心中的不舍和部队的纪律 他们作何选择 热血边关新兵集结 正在播出 下面我给同志们示范抓身上 和踩身上的动作要理 踏到顶 好 听说没有 好 听说 好 听说 踩住 对 就要按这个动作 上 好 踩住 勾 腿勾勻一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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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刀手 去 去 这意思 那手抓后面绳子 手抓后面绳子 好 好 他那名字 我感觉脚没配合好 你休息一下 你再来 下一个 我不知道放手呀 舒服 收腿 舒服 对 好 勾住 踩住 很好 就这样再来 很好 好 踩稳 好 谢谢大家 一点一点爬 爬到快到顶端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没劲了 但是我又不想放弃 因为距离中一点本事 因为一点点 所以我就咬了咬牙 用了努力 然后最后最后竟然也爬上去了 我自己感到 其实挺奇妙的 因为我 我没想到我可以做到 但是我真的去做了 就发现我竟然可以做 好 我帮你吃点水 加油 加油 来 我给你打开 我帮你吃了 我卡在梦里面 就这么说 这就是这样子 我帮你吃了 好 我帮你吃了 你吃了 好 你吃了 我看你吃了 你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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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他入选的理由 我选中了可能是 我是需要衬托它们优秀的那种 就从海里边捞成那种鱼 要长期保持它的活性 用另外一种鱼来刺激它们 我是那条被放进去激活它们活性的 它脚磨到了 我本来是很想告诉他 就也不用这么贫 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好多任务 如果在第一天把自己搞得伤得不行 不是一个特别划算的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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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第一次操作这个项目 然后也技术要领地掌握不当 然后就造成了小腿皮肤的擦伤 这种在我们心战士训练的过程当中 也是常见的 通过刚才的攀爬 同志们 刚结束能爬出这样的效果 我感觉非常好 希望下一步训练中 我们能刻苦训练 确实把动作要力 体会到自身当中 下 起 看 索性 立案 叛登项目完成之后 体验者们将要面临的是 今天的最大挑战 四百米障碍 我这都是说惊艳害死人 我是属于这种自以为是社会的老麻雀 然后就觉得好像什么事我都都知道 我原来想的四百米障碍吧 是四百米跨栏 然后我就想哇塞 这是我练这个的老麻雀 这是我练这个的老麻雀 这是我练这个的呀 所以哪怕能够拿一个高栏 我可能也能过 然后我想 他说你跑不下来四百米来 然后我觉得应该能跑 我是很明显感觉是缺氧的 我是从那个开始之后 我不是麻 然后我耳朵梦梦想 我开始就是眼睛冒金星 头也有点疼 那还是在我放弃了高墙 和这个掉臂的情况下 因为当时我就觉得呢 我是觉得就是 尝试三次我可以多屁 而且还有可能 因为尝试这三次 我其他的就做不了 他就是每个障碍 有的战略特别是高板和高墙的事 他过得没落 事也没去尝试一下 直接去跑过去或走过去了 我感觉态度很重要 你能力你行不行 最起码你要有一种尝试是吧 不是 我不会尝试 因为这个要求就是不对的 所以我没有尝试 对 因为我是觉得命令呢 当然是要百分之百执行 但是有的时候不能说不打折扣 我希望就是说 我在我身体力行的范围之内 我尽量多做 我如果说跳了高墙 那就意味着我要为这一个高墙 牺牲天堂 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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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说对自己狠一点 他可能能顺利地完成 如果说是他心中 老是想着自己身体的原因的话 就是他手心意志地就 把他打扮了 他肯定就跑不完 作为一名零年红 屈人节的毅力和坚持 处乎所有人的医疗 他一个接一个 成功通过了全部障碍 我对我自己的感觉 我就觉得特别累 每一步都是咬牙坚持 现在就是回身都疼 没有一块的不同 所以这唯一的感受 因为跑到最后 就顾及不了什么 就是不管旁边 不用了怎么说 举什么手势 全部都看不到 就前面有一条跑票 然后就跑回来 因为屈人节的父亲 常年在外地工作 母亲是一名警察 很小就学会独立生活的他 表现出了和年龄 不相称的沉稳 可能是我觉得 吸收了太多 这个忙忙的关怀 我就特别更想 自己更生这样 所以我就在这几年里 竟然每件事都自己修 所以我上大学之后 我是刚上大学 到现在 休息着我自己大学 停 首先通过进行项目 对四分比赛进行训练 表现好的同志有 王政雄 走 军人机 到 希望其他同志向该两名同志学习 表现现在以下问题 首先战事就应该服务 在训练场时 我说每个战案共三命 三命共不了以后 再放棄 但是从训练过程当中来看 我们有些同志 直接到战案面前就 发起了 一旦长 走 下一步 走 攻击机会 开始 走 走 走 大王队雄在旁边就说 我们喊个报告 他就一起做 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在军队 这样的大家庭里面 还是团结 一人犯错 就全队就要受罚 我觉得这样 其实能更加的凝聚 一天的训练结束了 随队军医检查 并确认了体验者们的身体 无恙 刚刚过去的这一天 对他们来说 也许不太平静 热血编军 热血编冠 青春足迹 经过层层选拔的大学生 深入编房少佐体验生活 石头泥土清泄而下 大学生们将怎样走过 踏荒路段抵达木托 在木托树边模范营 他们开启了边关的生活 在这里他们还将面临哪些挑战 敬请收看热血编冠 挺进木托